第七个单元我想就是一个补充资料 里面的话就是说 至少目前至少10种以上的模组 能够解决Excel的问题 为什么特别选OpenPyExcel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是觉得第一个用的人非常多 第二个的话我是觉得它的架构 跟Excel本身的那样的模型架构是相比的 比如像写VBA 我发现写VBA跟OpenPyEx的相冒性还蛮好的 但是反而其他的就不一定 像Pandas很好用 可是问题它就要另外再起一个叫DataFrame的一个模型 它的资料形态又不一样 DataFrame有点像是一个自己独立出来的表格的一个资料形态 有点像是枢纽分析表 但是真的又比较复杂 所以如果假设你比较复杂的分析 比如说你要类似像用到Excel里面的枢纽分析表 类似的功能 那你可以用Pandas 那真的是复杂到不行 所以其实你怎么可以怎么理解Pandas 你可以把它视为一个 就是看不到画面的枢纽分析表 有没有所有分析表应该大家要用过吧 用那个拖拖拉拉自动的产生你要分析的一个报表结果 但是如果今天同样的事情你要写一个程式是完全看不到的 然后你要做出一样的事情的话 你全憑想象 有没有 那个脑海里面就是做那个事情 但是没有滑鼠 没有键盘 只有打程式 只有Pandas 那可以 可不可以做出来 可以 但是买辛苦的是真的 因为你要记非常多的指令 然后 所以最后的话 假如像这种程式 我干脆 请那个什么 ChalkP先帮我产生 我大概的轮廓我再来改 可能会比较轻松 不然就放说真的自己要 写出那样的统计分析 那真的蛮累的 那OpenPiExcel 读跟写的话 我们前面做过嘛 他基本上的话 这个Application 其实就指的是Excel本身的 那这个的话 应该可以对应到就是OpenPiExcel 这个模组 有没有 所以我们是FromOpenPiExcel 然后ImportWorkbook 所以他的下一阶就是Workbook 就是一般翻译成国业部 或者叫工作部也可以 OK 然后下一阶的话就是他的Worksheet 工作表 有没有 所以一层一层的 那再来的话就是范围 如果我们用的比较多就是列 列的话就是Append 一列 一列的话在这里的话 指的就是一个串列 然后一个列 一个列 最后就把它储存起来 这样就OK了 那我们好像刚有Sale Sale的话指的就是储存格 所以如果你假设要把储存格 一个一个的取出来 其实也是可以用Sale OK 概念大概这样 底下有一些相关说明 可能就请大家 自己稍微去理解一下 因为这个 像Low 我不可 刚刚有特别提到 那另外的话呢 在OpenPiExcel 也可以画图 就是有点类似像 Essale里面 你要画图报表 自动产生可不可以 也可以去控制它 去做很多的 其实就VBA里面的事情 只是换在PiPhone里面做 而已 OK 那这个的话就给各位当成是 这个一个补充资料 自己再稍微 第七个单元 那我们接下来把刚刚的问题 再继续把它理清 那接下来我会希望做什么呢 就是如果我希望呢 把刚刚的这一个题目 我就不要改太多 我希望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我要怎么样哦 把它变成CSV 有没有 所以 CSV的话最简单 如果你的Excel需求是这样 那我现在打开之后呢 它可以直接就是 像Excel 这一题还好 因为它本身不是UTF8 所以不会有乱码问题 打开就是一格一格 但是这边我其实已经先做一件事 就是我把空白 取代成逗点 因为如果你不是逗点 它就不会当成是芬兰 给芬兰的地方 所以呢 要怎么样做 比较简单的 就是点贴 所以第一个 我大概做了几个改变 首先的话呢 其实两个地方改而已 第一个就是说呢 那我要怎么样可以 把所有的空白取代成逗点 所有哦 那你要想说 他在什么地方 会 读取档案 那当他把档案 读取进来的时候呢 我只要做一件事情 有点像是什么 我就把三重打开之后 然后这边不是有个编辑取代 那我只要把空白取代成逗点 然后按全部取代 这样不就OK了吗 对 不过好像有一点点不OK 它尾巴的也变 它应该不影响 顶多后面多一个空白 蓝而已 OK 好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其实同样的动作 我这个把它不要存档 因为它等一下 这个地方 那我什么时候读档呢 其实你可以发 有没有 这个是right的地方 是存档 是w 这个地方有w 那我读档在哪里 在里面这里 R 有没有 然后encodedcp90 产生一个叫Infile的一个物件 那Infile的物件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叫Infile的.read 有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实际上呢 点read的意思是说 比如说我现在开三重 那三重.tsd里面所有的文字 通通都在这里 那我要怎么样可以取代 跟各位讲 Python的写法 它可以允许就是一个方法 后面不用再换行 直接接在后面 做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动作 所以我只需要什么 把这个Inread 有没有 就是Infile.read的这个后面 再加一个点 那我要做什么呢 我要针对 读进来的资料做取代 那取代的话呢 直觉应该猜可以猜得出来 英文叫什么 叫replace嘛 所以你就打一个 R1 有没有 这边不就有replace 点两项 它会出现old跟new 那你应该会吧 old呢 就是一个空白 一个空白就双引号 里面放个空白 这样就ok的 这样就ok的 然后呢 new的话呢 就是在这里面 双引号 里面放个逗点 这样的话 它就知道说 原来你是要把 读进来的这个 所有的文字 做一个取代动作 然后它就帮你把空白 取代成逗点 对 空白取代 ok 就这样子了 那再来的话呢 最后再改一个地方就完成了 就是呢 我存档的档名 有没有 本来是 0.tst 那我就把它改成什么 0.csv 那不就ok了吗 所以其实啊 如果以这一题来看 它因为本身就CP就赢 所以如果本身是CP就赢 那你就不用去考虑 那个什么会有乱码的问题 所以如果假设你是希望说打开之后 就是直接在Excel的话 那这个方法应该是最简单的 ok 所以没有人喜欢 没事一直在写那么复杂的程式 ok 所以我其实就就这个关键地方 点replace 跟各位讲 这个点replace 这个方法 非常好用 为什么 因为很多地方 你如果你不想要 因为常常我们会需要一直改很多地方的什么关 什么字 比如说 这些 在资料里面某一个人 你可以先改第一个 再改第二个 再改第三个 再改第四 那就全部改完了 有没有 所以其实这个真的还蛮好用的 如果你有大量的资料要做取代的话 是可以用这个方法 把它执行一下 执行之后没有错误讯息 然后已经合并成这个 点csv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如果完成之后呢 这边就会看到一个 双点csv 那因为它本身就是cv就零 不是utf 所以不需要特别去改什么 OK 所以这一题就蛮适合用这个方法 打开 看一下 结果 然后Ctrl向下 Ctrl向下 总比数应该是 总比数 没有 因为我这边好像两个换好 对 所以这里好像 反而这边多两个换好 好像又有点多死一局 有没有 你看这个多一个换好片 那边多一个把它隔开了 所以如果这边的话应该是 把它关掉一下 所以这边的话就不要两个换好 所以这个就跟那个 TSD不一样 不要多一个换 多一个换行的话 好像它就会变成 多很多的空白 我把它执行一下 坎座向下 对 它应该总统统的 地址 所以全省邮里地址 以这个来看 就是1315个邮局 应该算是分局 有没有 这个分局的数量就这么多 1319个 不15个 OK 所以之前有同学有提到就是 那个什么 要找的话其实就刚刚有 你可以比如说你要找什么资料 在哪个地址或什么关键字 你也可以把它找到之后 另外再存一个 开一个新的工作表把它放过去 那直接可以自动 甚至可以下关键字 查 自动就完成了 这样是很方便的嘛 OK 衍生的其实还蛮多的 我觉得 不难做啦 OK 而且也不会很难 因为 你只要知道怎么做 然后叙述让 查理笔懂了 他就成功写住 所以刚刚我总结一下 刚刚其实没有太多 改太多 就是增加这个是最关键的 在.read后面加.replace OK 其他的话就是改一个负档名吧 这个 然后这个改一下 再来就是本来是两个换行 我是觉得不要让他中断 所以就是 一样是改一个换行就好 那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这个CSV我觉得是一个过度 而且不算太困难的一个折衷方案 这个也是可以可以参考 但是他一定是要斗点 你不能是空白 如果最后 假如我们一定非得要 变成 e-sale的话 那怎么做 其实也很简单嘛 如果要你就跟他讲 我这一次一样 我就直接跟他讲说 你就帮我转 而且我还没跟他讲e-sale 我这一次直接跟他讲说什么 你就帮我直接合并 有没有 因为上面已经讲过了 所以我就不要讲 就是将25个档案合并为 o.xlsx 其实说真的 他好像真的蛮聪明 他就懂 请各位试试看 CSV 再来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合并到e-sale OK 我会发现 他真的还蛮喜欢Pandas 他第一个就给我Pandas 但是我觉得Pandas我不喜欢 所以我就改用Open Python 所以这个的话我比较看得懂 因为他一样 开一个workbook 开一个 那个Active 有没有 然后呢 他就把所有的合并进来 不过他一样会有个老问题 encoding 不过这很简单嘛 改一下CPU CPU 还有他好像没有换行 所以这边其实可以把他每一行 把他改成Pandas 这个可能就自己补一下就好 我觉得不会很难的自己补一下 然后底下的话就合并成功 OK 试试看 再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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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